我的铁粉又有福利了 今天有两个事情咱们得说一下 第一个 就是咱们的这对白鸡迷你优母 生小鱼了 而且他们的鱼篮已经全部起飞 这密密麻麻的 真是太壮观了 这些小鱼应该是刚起飞不久 但是看他们这个模样 好像是卵黄已经吸收完了 在找吃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先把大鱼喂饱 这是封年虾做的颗粒饲料 只要掰一点 给它们放到水里 小鱼都是特别的喜欢吃 而且这个东西比普通的颗粒饲料 有营养很多 大的喂完 现在就给你准备一下 除非这些小苗了 这里我用的 就是刚孵化出来的小枫年虾 就这么小小的一点 差不多能够喂它们一天的量了 因为它们一直是处于冷冻保存的 所以给它们加点水解冻一下 用这个来喂小鱼 特别的有营养 到处来大约就是这个样 给它摆好 然后用吸管吸出来一些 给它们挤到小鱼的附近 这里千万要注意的是 不能准下到大鱼 因为大鱼一旦受到准下 很有可能把小鱼全部吃掉 行嘞 这里就让它们安安静静的吃吧 现在的第二件事 就是这些奶茶雷龙要分钢了 由于前段时间 奶茶雷龙苗子特别的小 所以一直没敢给它们换水加水 这里面就特别的埋态 那么今天 趁着小苗长大 赶紧给它们换进新钢 这一条个头大的 应该是公鱼 是它们的爸爸 然后再把这二十几条的小苗 倒进塑料盒中 嘿嘿 这给它们整点水 别再嘎了 这一些差不多得有二十多条了 然后再来捞上一些 来吧来吧 先进去 一会儿集体搬家 这一条就是母鱼了 赶紧送到它老公的身边去 后来伸手检查了一下 里面还有几条的落网之鱼 不过问题不大 现在已经全部给它们拿下了 怎么样 没想到这堆奶茶的第一台 就送了这么多 现在的尺寸大约 就有两公分左右了 感觉跟小蝌蚪似的 想抓它们吧 还不敢用力 说怕给它们捏坏了 兄弟们 快点帮我熟熟 这里面以后有多少条 现在把这些小鱼苗 连同里面的枫年虾 一起给它们倒进去 由于没有过水 希望它们都能顽强地挺住 回头挑选十条 送给粉丝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